1937年7月7日 中国之商 军事纪实设置组东渡日本 搜集三国人一本零件的真正印象资料 翻阅首次公开的战役日记 触摸成风百年的历史档案 揭秘显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感受中华儿女 继织成成 恶复活难的抗战精神 五级文献记录片 封铺1937 从日本档案 解密龙沟桥事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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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已经离开了人世 他们的后代也逐渐步入了木铭 这些六十到八十岁年龄半的老人 尽管没有直接参加过战争 但由于父辈的缘故 这些人的童年基本上是在战争中度过的 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战争时期的第二代人 七十五岁的加藤克子 便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加藤克子的父亲徐田松柳 在一九三七年独沟桥事件爆发后 被迅速应征入 此后三年间 他在中国的土地上肆意横行 但从加藤克子记事起 父亲却从未向他和家人提起过战场上的事情 就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年 加藤克子偶然发现了父亲藏在家里的一本战地日记 在日记中加藤克子发现了自己父亲可怕的另一面 所以我父亲也肯定是这样的兵材 好像很營養生日課的情景,一直在旁边的朋友和我 这种其他人在会长 argue也生日課的情景 是在这个玻璌上,才是非常有关 belief 那就是白鱼琴的持维建议。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父亲和那个争鸣的时代 加藤克兹开始大量搜集其他清华日本士兵的战地日记 由此他逐渐走进了一群侵略者的内心世界 看到了在清华战争中一些人由普通青年变成士兵 再成为魔鬼的全过程 为了更好的反省战争即竟是后人 加藤克兹同意首次向中国摄制组公开他父亲的战地日记 然而在拍摄日记前 加藤克兹希望借助这次与中国摄制组合作的机会 完成一位老人的心愿 于是我们便随加藤克兹一同前往老人所在的养老院 得知中国摄制组到来 现年97岁的老兵 英田勋早早地等在电梯口 他是加藤克子父亲的生前战友 也是一名曾经在中国土地上肆虐过的鬼子兵 见到来自中国的摄制组老人含痴激动 他希望能通过我们的镜头表达长久以来 亚裔在内线深处的对中国人民的愧疚和歉意 由于年迈 老人的语言表达有些含糊不清 但当话题转向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时 老人的声音却突然变得坚定有力 遗憾的是老人刚刚打开有关战争责任的话题 我们的拍摄突然被养老院院长强行中止 理由是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在这里谈论那场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拍摄前加藤克子告诉我们 在日本现在还有一些人对过去的战争责任采取回避态度 然而我们未曾想到这样的态度竟会来得如此直接 虽然清华老兵英田勋对中国人的道歉 没有能够通过设下记者镜头来表达 然而他大声呼喊的 清华战争是愚蠢的 不能再打仗了的话 却一直在记者的耳边回荡 或许这是一位清华老兵 用自己一生得出的对清华战争的感悟吧 那么曾经的清华日军 究竟在中国战场上经历了什么 作为清华战争的加害者 他们的内心究竟有着怎样的感受呢 答案在加藤克子父亲的日记 以及他所搜集到的相关战场资料中 逐渐开始清晰起来 1937年7月7日夜 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后 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兵 扩大清华战争 日本军部立即动员增兵 日本政府和媒体也极力扭曲事时 把一场罪恶的清华战争 美化成为了一场为了东亚共荣的盛战 加藤克子的父亲 须田松柳虽然只是一名雅客医生 但是由于从小受到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 他也像无数的日本普通国民一样 把为国捐躯作为自己义补容辞的责任 在接到征兵令的第三天 须田就告别了妻子和刚刚出生六天的贾藤克子 踏上了从日本神户港 开往中国战场的运兵船 当须田松柳到达中国战场时 战争已经在短短的一个月内 由北平郊外的卢沟桥扩大到了上海 由于长时间受到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思想教育和毒害 心病须田松柳他们坚定地认为 中国是一个军阀割据 等着日本去占领的国家 中国军队更是不堪一击 日本军人很快便能凯旋回国 但真正的战场并非如此 他们很快发现 中国军民从头离开 抗击侵略者的顽强意志 大大超出他们的想象 整个部队的士兵都泡在旗舰深的水里 距对方只有150米 但是对方有坚固的攻势 在猛烈炮火下 国防士兵们一个一个地倒下了 损失惨重 对于中国人来说 1895年中日甲乎战争之后 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强 逐步把中华民族 推向了王国灭主的境地 1937年 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 更把全体中华儿女逼到了 为了民族生存而背水一战的决定 由于对中国的抗日决心和抗日能力认识不足 日本军部希望一击 便灭亡中国的妄想很快破灭 他们派往中国的军队受到了猛烈打击 伤员们不断地被运来 雨水浇湿的军服上满身泥土和血液 好惨 一名伤员下颚被炸掉 呼吸困难 在气管上还得应急的恐 已经死了三个人 雨越下越猛 被破坏的民房里塞满了伤员 我们来来回回地跑着做手术和紧急处理 加藤克子的后勤 徐田松柳 在中国军队的一次突袭战斗中 因为痛巧被派出船令 成为了那支被歼免日军部队里 唯一活下来的士兵 虽然战场惨烈 但加藤克子父亲的意外生还 被日本昭日新闻 虚构成了偏有皇军的发大报道 在日本国内大肆宣扬 继续鼓励着百姓支持战争 而在前线的这些日军士兵 由于受到日本军国处义中 那种畸形五十道精神力量的 极力山众和助推 大量日军士兵 开始对中国军民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 丝臭的气味飘浮在空气中 在一处独林中 有几十个农民的尸体 是一家人马 中间的母亲还抱着孩子 一面是血迹斑斑的兽性 而另一面 长期战争所引发的各种情绪 也不断折磨着战场上的 一些普通日军士兵 今天的种障缘很多 有得奄奄一息 静子 静子 又呼喊着妻子的名字 而死去的少尉 也又躺在异国的民房里 在临死的一刻 还没有忘记 向掌管行李的士兵 在加藤克子父亲的日记里 还加着一份带着血迹的 对日军进行反战宣传的传单 这是在一位已经牺牲的 中国军人身上发现的 我们是同文同种的东亚民族 我们互相杀戮 意义何在 各位在故乡的父母 爱妻在等待着你们回家 各位 放下手中的武器吧 想想你们在为谁而战斗 为了东亚的和平和进步 请马上停止战争吧 在这场陷入了泥潭 迷失了方向的侵略战争中 只要能活着回到日本 与家人团聚 越来越成为 像加藤克子父亲那样的 普通士兵 心中的渴望 在这场陷入 自分的母親 母親 息子 安全に帰ってきて欲しい という 百度の 神社にやって その途中で 怪我をして それから亡くなっているんですね その知らせを聞いて 彼は その 4ヶ月の戦場 あの 占領の期間 をずっとこう振り返って この3年間 自分は 何をしていたんだろう 本当に 愚かなことを 重ねてきたな という あの 詩を 詩って 日本の歌を 書いているんですね これですね 3年越しの 品の奥地の生活に 具の上にまた 具を重ねつつという あの 自分を振り返る 瞬間というのも 日本の兵隊には きっとあった 这种对 侵略战争的反思 以及对中国 抗战軍民的 恐懼心理 不仅仅出現在 加藤克子附近 一个士兵心理 說軍人們自覺的 勇敢作战 誓死如归 哪有那样的事 活下来的士兵们 高兴的以为 可以回家了 但是 金星軍又開始了 大道两边的居民家 被逼迫的 挂起了 临时做的太陽系 但是一旦 往小街道里面走 一律挂的是 青天白日期 我深深地感到了 中国民众的敌意 由于抱有 一旦掉队 就会死掉的认识 所以即使患病 走不动 也要拼命地追赶部队 突然 传来了一声枪响 那一刻 我的全身都在颤抖 在看到自杀士兵的 残撞的时候 全场鸦雀无声了 原来是一个担架兵 右手的食指 扣在枪的扳机上 头盖骨的上半部 全部粉碎 血流了一点 但是 军队 在军队 都会死得悲惧 在军队 当全面清华战争 持续到第四年 面对中国人民 宁肆不屈的抗争精神 日本天皇终于承认 日本低估了中国 然而 由于长期受到 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 在日本 无论是政府 还是被盲逼的民众 已经孕育了 对外扩张的广泛基础 因此 日本在战争的道路上 亦是越走越远 越来越多的士兵 被推上了泥潭一样的战场 让加藤克子 感到兴兴的事 在战争后期 父亲终于离开战场 回到了日本 此后 他说什么 也不愿再回到 写满罪格的侵略战场了 多くの日本の男人 帰ってきた男人の人たちは 战争の理不尽 というのが もうたまらなくて だから語らない 1945年8月 当战争持续到第8年的时候 日本之国的粉丝 终于尝到了 欲望国法意志后的恶毒 他们战争中获取的财富 最终在战争中 連同本国人民的生命安全 一同被摧毁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投降 1947年 美国占领军 为日本制定的和平宪法 开始生效 归定日本放弃战争 天皇走下了神坛 日本军国主义时代 宣告结束 而从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件爆发 中华民族 与日本進行了 八年一个月 又七天的全面战争 3500多万的军民 牺牲了他们的生命 这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 发展 尊严 和子孙千年万年的未来 所做的牺牲 战争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 在这个小屋子里 加藤特子还会经常弹奏起 他不仅生前最喜欢听的曲子 生命中的一天 平静的乐曲中 是一个曾经的清华老兵 尝试着寻找平静 但永远无法宁静的内心 这是清华老兵 须田松柳晚年的一幅画作 在一条道路的两边 导致许许多多被伤害的人们 远处和近处的房屋都在燃烧着 墙壁上写着 战死者的灵魂在呼喊 反对战争 保卫和平 如今 战争的硝烟早已消散 但留在山河上的痕迹 就像卢沟桥派 晚平城墙上的弹坑一样 远未消磨 它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 更是深深烙进了民族的集体记忆中 岁月流转 卢沟桥上的石狮子 见证过昔日侵略者的罪行 也见证着中国人民 创造和平生活的努力 今天 漫步在这座桥上的年轻人 很难再感受到 当年战争的血雨腥风 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 先辈们在这座桥上 雨雪奋战的悲壮 他们的壮举将永远被我们所铭记 这种时代 我々は深刻反省を 反省して そして我国民は まずは戦争はしない ということを誓った 国民もそう誓ったし そして他の国に対しても そういう日本である ということを宣言した 一场鸿蓝对抗火攻 已经开始 但是鸿蝂部队 却始终難以获取 有效的情报 面对反侦察门迷强 并且已经连续三年 没有持过半仗的蓝军部队 鸿蝂部队的侦察兵 能否找出破敌之策 又将怎样勇敢出击 军事机时 近期拨出 草原深处的 逆目行动